来看到南韩华冰女王金妍儿在7月的时候宣布 将闪架交往三年27岁的美生男团成员 让不少粉丝都直呼心碎 而小两口在今天也在首尔举行了婚礼 只邀请亲友出席 金妍儿是全球第一位完成冬季奥运金牌等 四大国际赛大满贯的女单华冰选手 因为她的技术高超气质出众 是不少韩国粉丝的梦中情人 世界首富马斯克旗下的无聊公司 这个月12号推出了一款名为烧焦头发的香水 而且一瓶要加100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3230元 名称特殊也引发了热议 让许多民众开始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香味呢 3万瓶的香水不到8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也为马斯克赚尽了新台币1亿元 演艺圈的焦点要来看到 歌手周星哲最近为了备战开唱 已经积极健身四个月 演唱会上她也霸气的脱掉上衣 大秀出结实的胸肌以及腹肌 粉丝们嗨凡尖叫 小续大朋友们 郑教审 我不想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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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just wanna be here I just wanna be here 我很老天 你之後也有這種感覺 你的出現 會為我帶來那種劇對 別說抱歉 如果我這次也難以熄滅 就只求下手 都盡量冷清一些 大家好 我是動力火車的新團員 Eric 歡迎加入動力火車 我們動力火車有一個條件 要加入我們一個條件 第一個 不可以超過165公分 第二個就是不能比我們白 所以好像你沒辦法加入 對 我再曬一下 來我們都一樣頑固 怎麼會誰都缺口不提要幸福 再也不能牽著你 從未來沒有 我們懷念什麼 失去愛那一刻 才曉得 藝人于天以及林雅萍的二女兒 余苑琦八月的時候病室 弟弟余湘全也幫忙張羅姐姐的後事 並且承諾會照顧余苑琦的兒女 因此也被稱為國民舅舅 而昨天是余苑琦離世兩個月的日子 余湘全也帶著姐姐最愛吃的奶油餅 以及甘草芭樂去看她 要在IG感性的寫下 Miss You姐弟情深讓人感動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-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